观点看题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转眼间 2024年的第一个月就过去了 可是对于2024年 我们依旧还是很不确定的 到底2024年 我们会遭遇怎样的际遇 或者是面临哪些挑战呢 美国信不信一家动画连续剧 早已经对2024年 做出了十项疯狂的预测 在美国 信不信一家是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的 它是美国持续时间 最长的动画系列片之一 有意思的是 信不信一家的疯狂冒险 所导致的家庭混乱和功能失调 似乎与一个秘密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个秘密就是 信不信一家的预测功能 似乎格外的强大 例如对2020年COVID-19的预测 以及黑人女性将成为美国总统 信不信一家的预测精准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么对2024年 信不信一家又有些什么样的预测呢 您一定想不到的 一共有10项惊人的预测 我们一起来看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 请大家动动您的小手 点击下方的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更新通知了 第一项预测呢 竟然是川普参加角逐 2024年的总统大选 总统的野心啊 是希姆森一家的编剧和制片人的魔法 他们好像有一个魔法水晶球 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看到未来了 因为他们的预测 总是应验的太准确了 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啊 这部连续剧已经在过去 就做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对未来的预言 足以令人敬畏和称奇了 而最戏剧性的一个呢 就是川普将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2022年11月15日 川普这位美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前总统 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他走上了舞台 决定夺回他曾经在2021年失去的王位 并对公众说出了那句他最标志性的话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在编剧金的眼中 这就是他们团队再次闪亮登场的时候了 不管怎样在2015年的一集中 金先生的确向世界展示了 他们在川普宣布参选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川普将会参选 在第225集巴特来到未来中 河马飞过了一个标志牌 上面就写着川普2024 这一集播出的时候 川普根本还不是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精准的语言简直就把网友给逼疯了 而下一个预测和这个预言一样的疯狂 并且还将疯狂的程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个预测比刚才那个还要奇怪 也很恐怖 在辛普森一家的第23集第17集中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出现的许多创新技术令人目不暇忌 尤其是那些脑洞大开的小工具 正当人们为这些科学发展沾沾自喜的时候 接下来的情节就太令人震惊了 怎么都很难让人感到 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 影片中男主和马失业了 因为他的老板用机器人取代了所有的人类员工 老板将机器人当作未来人类的主宰者 介绍给人类 老板说 女士们先生们来认识一下人类未来的主人 目前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 已经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飞速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就是在2024年 AI机器人将终结人类的劳动 在日本和世界各地 很多餐馆酒店已经在使用机器人担任服务员了 人类创造必训练了机器人 还赋予其智能 最后人类却要面临被机器人所替代的威胁 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1994年 西姆森一家在痒痒的土地上这一集中 参观了一个幽灵版的迪士尼乐园 在那里到处都是机器人 随着场景的展开 机器人失控了 开始谋杀所有的人 目前AI科技高度发展 那么人类能确定自己所创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就不会变得流氓 用人类赋予的技术力量来摆布和消灭人类吗 2022年6月 前谷歌首席工程师布莱克勒茉英发布了一份文件 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勒茉英在这份文件中表示 谷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程序之一的LAMMDA 可能已经觉醒了 已经变得有意识和灵魂了 最恐怖的是 机器人还在督促谷歌给予LAMMDA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不过呢 谷歌立即就否定了勒茉英的言论 随后呢 勒茉英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而在1994年 当人们看到机器人杀人这一集的时候 绝对不会想到 这样的场景有一天真的会出现 因为那个时候呢 距离2024年还是很遥远的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4年了 人类创造的AI机器人 也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那么影片中的场景还会远吗 当然了 希望这样的情形呢 永远都不要发生 不过万一真的发生了 Simpson一家的组创人员 就会这样告诉世界 我们早已经告诉过你们啦 别说我跟没有提醒哦 而且美国预言家 周迪海文利也预言说 2024年AI会出现异式 多个预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难道这样的预测不令人感到恐怖吗 接下来的这个预测呢 既令人感到新鲜 又令人感到很怀疑 因为它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的相似程度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不信就去看第27季的第6集 在这一集中 Lisa得到了一个消息 政府正在寻找愿意报名移民火星 成为火星上第一批居民的志愿者 广告词是这样的 你会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一员吗 Lisa把消息带回了家 全家人都热情的自愿参加 然后古怪而疯狂的冒险就开始了 最终他们的汽车拒绝启动了 他们无处可去 不过这并不是结束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剧情结束的时候 显示的时间是2051年 那时Margie和Lisa都已经生活在火星上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地球上一直有一个疯狂的 想要向火星殖民的人 是谁呢 他就是世界首富Elon Musk 他一直就有一个殖民红色星球的计划 多年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甚至为此建立了一个 私人的太空探索公司 这听起来十分恐怖 是吧 不过那最恐怖的是 为什么辛普森一家中计划的火星发射日期 与伊隆·马斯克的计划惊人的相似呢 难道编剧和制片人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 这些真的都只是巧合吗 听说过虚拟实物吗 听上去这很奇怪对吧 不过辛普森一家中有一集 河马和妻子麻吉正在通过虚拟现实的吸管 吃虚拟软糖 这恐怕是剧中最疯狂的预测之一了 不过更疯狂的是 现实中的确有这么一家餐厅 提供的是虚拟的数字食品 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 Orb Banquist Remix 在这里可以尝试一种从未有过的在数字世界的美食体验 与那些豪华高级餐厅中精致美食体验完全不同 现在虚拟现实公司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包括游戏艺术甚至房地产 但是人们也在担忧 这个奇怪的实验背后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只是重新构建人类的感知 改变人类体验食物的方式吗 那么在2024年 大家猜猜看 这样的体验会变得司空见惯吗 如果人类进食的方式都改变了 那人类还是人类吗 2023年 瑞士软件公司ZoneDream利用AI技术 制造出了一台婴儿哭声翻译器 通过对婴儿哭声所代表的意思 翻译出婴儿到底是饿了 还是要撒尿啊 或者只是想让身边丑陋的叔叔走开 不过这个情节 早在SIMSON一家的第三季 第24集中就出现了 和马同父一母的兄弟 发明了这种神奇的设备 不过当时人们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没有谁会想到 这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实现 认为这只是一个奇妙的想法 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的 不过正是因为这个翻译器的出现 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是SIMSON一家的编剧 在预言未来 还是未来正在按照剧本的预设在上演呢 美国的政治格局一直是男性的世界 几乎是没有女性能够穿过通往白宫的权力走廊的 不过SIMSON一家在2000年播出的 《回到未来》的这一集中 却让Lisa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而且还是第一位异性恋女总统 剧情中因为前总统川普在财政上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导致美国破产了 Lisa不得不提高税收来解决这些问题 2020年当哈里斯成为了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时 甚至宣誓就职时的着装也与Lisa就职时一样的时候 人们再次被SIMSON一家的预测给震惊了 不过哈里斯只是副总统 那么有没有可能谁会在2024年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呢 在2016年10月播出的一集中 编剧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微妙的暗示 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将竞选美国总统 剧情中河马佩戴着一枚徽章 上面写着伊万卡2028 不过这个预测是否准确 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3年3月24日 第24季的第二集 讲了一个恐怖书屋的故事 SIMSON一家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冒险 Lisa将创造的一个宇宙黑洞带回了家 SIMSON一家试图逃离这个神秘的黑洞 但是最终黑洞却吸走了整个阵子 只留下了母亲妈几一个人在废墟中 看上去这绝对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最接近通往我们星球的黑洞 距离我们大约有1560光年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根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的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领导的国际团队 使用韦伯太空望远镜 发现了迄今为止能观察到的最古老的黑洞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宇宙的黎明时期 距今超过131年 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 它现在正在吞噬它的宿主信息 而且2022年7月 天文学家在剑鱼座狼珠星云 大约1000颗恒星区域 发现了一个休眠黑洞 距离地球仅有16万光年 质量至少是太阳的9倍 围绕着一颗恒星在运行 所谓休眠黑洞就是不积极的吞噬物质的大黑洞 因为它不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 所以一般很难被探测到 谁能保证人类生存的太阳系附近 就没有藏着一个休眠黑洞呢 现在的世界 很多人都是道德沦丧 天灾人祸不断 似乎真的处在世界末日的边缘了 关键是很多人都觉得 西姆森一家的预言都太准确了 有不少都看似不可能 但是都史无前例地在现实中兑现了 那么黑洞吞噬的剧情在2024年发生 是不是几率也很大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如果您没有此需求呢 可以略过 直接进入下面的主题 如果您是一位事业型的绅士 常年奔波在外或工作繁忙 无价顾驾或照顾您温柔贤惠的另一半 节假日或特殊的日子 送上一款亚诗兰黛小宗瓶 一定是您最体贴最真心的表达 爱人见到礼品时惊讶的表情 也一定会让您十分的开心 如果您是一位持价友方 却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的 娴熟妻子或温柔女友 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新年到来之际 买一套亚诗兰黛小宗瓶 犒赏自己 也是不错的人生小气息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亚诗兰黛小宗瓶呢 亚诗兰黛小宗瓶 是世界上第一款精华液 40多年来不断的更新换代 拥有超过30项的世界专利修护科技 让您能感受到保湿 透亮 景致 去皱等7种精华液合一的力量 可以在夜间快速的修复肌肤 在白天抗氧化护肤 是一款口碑非常好的大牌精华液 在全球荣获超过100项的美妆大奖 创下了平均每分钟 卖出22瓶以上的惊人世界纪录 在亚米网 200毫升的两瓶套装 售价是398美元 在蓝莓优品购买 仅需要288美元 便宜110美元 100毫升的单瓶装精华液 亚诗兰黛官网是208美元 亚米网要卖到204美元 而蓝莓优品只需要150美元 便宜近60美元 蓝莓优品是我非常信任的商城 汇集了严选精选的好产品 大家可以订阅蓝莓优品的邮箱 这样就可以随时收到发布的限时优惠产品了 为了帮助不能网上购物的朋友 蓝莓优品从今天开始还提供电话订购服务 只要拨打订购电话 工作人员就可以帮您下单订购 简单省时高效 目前订购电话时间是 美东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9点至下午6点 赶紧点击描述栏和置顶留言中的专属链接 用行动来表达对爱人或对自己的感谢吧 提醒大家 现在的售价已经是最低价了 所以不再享受主持人的折扣码优惠 而且上次礼品季活动以后 库存已经很紧张了 卖完就真的没有了 想买的就赶紧下单吧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今天的主题了 在Simpson一家第16集第15集中 男主荷马的大儿子巴特和二女儿Lisa 看到了家庭的未来 在这个假想的未来中 巴特和Lisa穿梭于大街小匠 到处都是没有轮胎的悬浮汽车 现实中美国一家位于俄勒冈州 名为Samson Sky的公司 预计将在2024年开始交付旗下的飞行汽车 弹簧车 这款汽车已经研发了14年 不仅准备向全世界展示 还开始向客户交付 这个预测 美国预言家朱迪海文利 也用他的宿命通功能看到了 2024年全息图可能会像手机一样的普及 目前世界已经拥有了 被称为梦幻HD3的全息图技术 这种技术使用三面全息显示屏 可以显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任何事物的3D图像 不过这个技术 Samson一家早在1994年就做到了 1994年播出的Samson一家第6季第一集中 大儿子巴特通过弗兰克教授的全息图技术 看到了未来 他还收到了一条全息信息 邀请他的乐队去俱乐部演出 朱迪海文利也预言说 2024年会出现全息手机 苹果还会推出首款全息手机的耳机 在Samson一家第12季第14集中 音乐制作人选择了巴特和其他三个坏男孩 组成了一个热门男孩乐队 但在他们的热门歌曲 Drop the Bomb中 却隐藏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歌曲中附有一段音乐视频 其中包含了一句奇怪的台词 如果反过来看这句奇怪的台词 就成了Joy in the Navy 就是加入海军了 他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 通过音乐进入听众的潜意识 对全镇的居民产生了精神影响 音乐总监Lisa发现 音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招募年轻人入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尤其如此 在战争期间 当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 就是现在的CIA将娱乐当作最强大的宣传武器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人们是否已经被那些有着朗朗上口的重复歌词和催眠般的曲调 默默的控制了很多年呢 2024年 我们是否还会看到这种情况的进一步上演呢 如果在台海战争中 或在其他的战争中 各国政府确实是用音乐来控制人们参与战争的 那么 又怎么能责怪有人认为 希姆森一家的预言 神乎其神呢 总之啊 这么多年来 当希姆森一家所做的预测和预言 一一实现时 特别是预测到川普在2024年会竞选总统的预测成为现实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深感震惊 而更惊人的就是AI拥有了意识和灵魂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世界的政治 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许多的冲突就会发现 我们的世界并不和平 尽管还没有全面处于战争的状态 但距离和平呢 还是相当的遥远的 2024年是一个一切都可能发生的一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前 希姆森一家剧情中出现的很多情节 大约有三十个看似简单的场景啊 在现实中都神奇的发生了 其准确的程度之高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安 如果说 希姆森一家预言的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简单的虚构和巧合 你会相信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有心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对我们团队而言 就是雪中送炭 能让我们底气更足地 传递宇宙的真相 我是李宁 这里是幸不幸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